让我们慢慢和您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属于湖南的全部七州 不过马英可不想像刘表那样 做一个天下太平的荆州牧 必须继续扩张 只有地盘扩大了 自己的生存空间才能够扩大 拿谁开张呢 东面有淮南的杨行密 浙西的钱流 福建的王审芝 南边有刘尹 这都是些牛人 惹不起 核桃啃不动 那就先啃梨 占据广南五州的 静江节度士刘士正 在马英眼中 正是个可口的梨子 不能责怪马英 把刘士正当梨池 因为刘士正 也希望把别人当梨池 就看谁的本事大了 唐光华三年十月 马英先派人去贵州 找刘士正 希望能够交个朋友 言下意思 就是快点给我弯腰吧 可是马英的使节 没到贵州境界 就被驻守全义领的 静江节度副使 陈可凡 给打回去了 马英黑黑一笑 终于得逞了 此时马英正愁 师出无名 陈可凡 真是要什么 给什么 借口有了 马英就立刻下令 指挥使秦延辉 李雄 带着七千弟兄们 去找陈可凡算账 真是天助马英 刘士正派指挥使 王健武 屯兵秦城 陈可凡在乡下 抢夺乡亲们的羹牛 送给王健武 充作军粮 人民是永远招惹不起的 于是 有当地人跑到湖南军中 告诉李雄 我给大军带路 从小静 可朝秦城后面 李雄也是个贼大胆 只带了三百多个弟兄 就上路了 趁着夜黑 突袭秦城 活捉王健武 然后 人不知鬼不觉的 回到大寨 第二天 李雄在桂林军寨前 告诉陈可凡 王健武已经被我们抓到了 想活命的早降 陈可凡大笑 胡说八道 王将军还在秦城呢 你睡糊涂了吧 这回轮到 李雄大笑了 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奴才 让你看看 来人 推上来 斩 湖南军 把可怜的王健武 压到了阵前 把头给砍了下来 然后找了一个力气大的 把王健武的人头 扔到了贵州军营 陈可凡差点没被吓死 贵州军不知道王健武怎么被抓到的 都惊呼有鬼 士气大为衰落 李雄趁势发动了进攻 贵州军此时精神完全被击溃了 已经无心恋战 最终连上陈可凡 多数贵州军都被升勤 李雄心狠手辣 下令将两千多贵州军就地活埋 李雄带着胜利者的姿态 一路杀来 湖南军所到之处 无不望风披靡 谁想被活埋呢 湖南军没几天就包围了贵州 刘士正不想被活埋 只好出降 被李雄送到长沙降服 至此 靖将军所辖贵州 柳州 翼州 象州 延州 蒙州 吴州 均被马阴夺下 湖南势力达到西江 距南国首镇广州 只有不到百里 对刘尹造成强大的军事压力 天赋元年 唐朝正式败 谭州刺使马阴 为武安军节度使 马阴成为和中原朱温 河东 李克用 淮南 杨行密 两川 王剑 同一级别的大军阀 李雄以为赏了马阴 做节度使 就能让他为朝廷效力 于是在封赏的同时 唐皇李叶还给马阴 与淮南杨行密 各下了一道密诏 让他们联合出兵秦王 灭掉朱温 杨行密倒是出兵了 不过那是因为他和朱温有仇 纯粹是江湖仇杀 马阴这边就根本没动静 何必为了傀儡皇帝得罪朱温呢 再者说了 自己在湖南还没作文 哪有闲心管这闲事呢 在对唐朝的态度上 杨行密做的要比马阴好一些 毕竟多少还装潢点门面 不直接搏了皇帝的面子 但马阴连门面都不要了 几封密诏都石沉大海 杨行密也坐不住了 写信给马阴说 说好了一起出兵 你又没动静 你不觉得朱三太猖狂无耻了吗 你怎么能和他混在一起 不如甩了他 咱们兄弟结拜 共同举世秦王 马阴还没有表态 心腹许德勋就劝说 朱温是很无耻 但他现在控制着皇帝 写地号令天下 我们反不着和杨行密叫他一处 没好处 马阴也是这么想的 他没理杨行密 马阴现在考虑的 不是什么秦王做虚头文章 而是实实在在的扩大地盘 唐天赋三年五月 淮南节度是杨行密 攻鄂州的杜宏 鄂州地处南国要冲 战略意义重大 朱温不能让杨行密得逞 调京南节度是 承那以及马阴和荆州大道雷延威等 这些势力去救鄂州 马阴派许德勋率水师朔江北上 和大道雷延威和兵 袭袭江陵 席卷江陵百姓和财务而至 许德勋完成任务之后 返回长沙的时候 路过越州 部署于马阴系统的越州四世 邓进中开门为劳湖南军 许德勋劝邓进中 攻自首越州 四面皆强陵 能为多久呢 不如归顺马功 不然你遇到麻烦 可没人来救你 邓进中也知道自己 没多大出息 便投降了马阴 有了越州 湘江一县的防御更加牢固 马阴这边虽然风光 但却无时无刻 不想念被留在淮南 杨行密黑云都 做指挥使的弟弟 马从 此时杨行密不知道马从 就是马阴的弟弟 直到有一次 杨行密问马从的家庭情况 马从不好意思的说 自己是马阴的弟弟 杨行密大惊 什么 你是安武军的弟弟 使敬啊 这个时候 杨行密还没和马阴 有过什么正面冲突 犯不着得罪湖南集团 于是便把马从送了回来 马阴当然高兴 让马从做了武安军节度赴使 兄弟马从因为受到杨行密的后代 便劝哥哥 孙帅遭难都过去十多年了 哥哥何苦为此和淮南过不去呢 杨行密去一起是位忠臣 哥哥不如绝了朱三与淮南联合 不比做豆眼鸡要好吗 马阴很不高兴 你懂什么 杨行密不是个好东西 专门和朝廷作对 万一朝廷声讨淮南 我们岂不也成了叛贼吗 其实马阴所说的朝廷 就是朱温 不久杨行密病死 他的宝贝儿子杨窝新官上任 于天佑三年三月 派指挥使陈之心找马阴的会起 拱岳州 首将许德勋一时没打过陈之心 被占了城 唐天佑四年二月 梁王朱温想当皇帝 给四方小弟递了一个眼色 马阴心领神会 前使劝金 四月 朱温在汴梁称帝 国号大梁 李克用 王剑 杨窝等人 自称唐朝忠臣 不服朱温 只有马阴向梁朝称臣 朱温这边有了道义上的支持 当然要报答马阴 虽败马阴为楚王 到这时 五代十国时期的楚国 算是正式建立 淮南节度使杨窝 野心比老子杨行密还大 横看树看马阴不顺眼 梁开平元年的六月 大吉水陆三军 刘存 刘威等 淮南名将领军 从新战的越州西进 事关生死存亡 马阴没有选择 只好也拿出自己的家底和杨窝决战 派指挥使秦延辉及水师三万 沿湘江北上 两军在江中对峙 马阴的将领熟视长江水性 再加上天气的变化 双方在长江中血战一日一夜 最后淮南军没有能挺住 全军覆没 淮南的将领刘存和陈之心被活捉了 送到了长沙坎头 马阴的越州 经过一年的折腾 又回到了湖南的手里 其实越州的战略地位 不如旁边高级昌控制的江陵 但高级昌是朱温的义子 马阴和朱温结盟 自然不便对高级昌下手 正当他琢磨对谁出手的时候 朱温下诏 让马阴联合高级昌 讨伐盘踞在朗州的五平节度室 雷延宫 马阴早就看这个江湖大道不顺眼了 梁开平元年十月 率先派都指挥室秦延辉 北上曲朗州 雷延威接到朱温 带马阴来袭的消息 急忙向一旁的淮南求救 杨窝刚被马阴在长江上打败 死了好几员大将 还夺走了越州 现在得到机会报仇了 怎么能够轻易的放弃 立刻派兵来打马阴的场子 派淮南大将林叶 力饶攻越州 马阴黑黑冷笑道 杨行密索女 生了这么一个败家儿子 德勋出列 于是又派遣一号大将许德勋出面 负责招讨 许德勋确实会打仗 领军出城冲杀 淮南军大败 许德勋趁热打铁 追杀到底 林叶李饶被俘 载回长沙处死 此时淮南一半的将领都莫名其妙地死在了马阴的手里 东县安宁 马阴再应朱温的要求用兵西县 开平二年五月 湖南军秦延辉部 禁围朗州 秦延辉在城下和雷延公对峙 一个月后 秦延辉听说雷延公粮食吃没了 趁着他们军心不稳 先派副将曹德昌潜水入城 打开城门 然后入朗州城 雷延公无心再战 只好称作小舟 拼出一条血路 奔向淮南 而和雷延公做好邻居的 李州刺史 相归也知道自己打不过秦延辉 干脆就投降了 此时北方局势差不多稳定下来 马阴开始南向扩张 同年九月 派从淮南投奔过来的名将 吕诗州为主帅 去岭南河青海节度市 刘尹争夺地盘 吕诗州确实是员能将 湖南军接连接收了广南六州 冰封直逼广州 吓得刘尹只能在宫中烧香拜佛 马阴打了几场漂亮的大胜仗 好不得已 请朱温封自己为天策上将军 开平四年六月 马阴受败天策上将军 并在长沙建设将军府 马阴看到淮南 岭南 吴越 两川都有自己的人才智囊团 为统治者制定战略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 自己要做大事 自然也需要大量的人才 于是他开始着手建立人才储备 四处搜罗人才 聘其中最精英的十八位为学士 一般意义来说 马阴建立的储政权也称湖南政权 但马阴的地盘实际上并不是现今湖南一径 楚国势力最盛时 除了湖南全省 还控制着广西西江以上和贵州的大部分土地 马阴自以为地盘广大 又和中原老大朱温结交 再没人敢在他的地头上滋事了 但是广州城中的刘氏兄弟却出了岔子 刘尹去世 弟弟刘延席位 刘延是个愣主 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给别人添赌 前华元年十二月 刘延亲率大军来给马阴找麻烦 拿回了他认为本该属于他的两广交界地区 刘延这人其实挺有意思 他刚刚占了马阴的地盘 又想娶马阴的女儿 于是给马阴寄了聘帖 马大爷 我三十多岁了 还是个光棍 您老可怜可怜我 收下我做您的女婿吧 马阴此时正为丢地盘生气呢 一听这个消息 差点骂街 不过最终马阴为了稳定南方行事 到底还是搭进了个女儿 梁真名元年 马阴热热闹闹的把女儿嫁到了广州 和亲就意味着双方结成了政治同盟 刘延无北忧 马阴无难缓 双方皆大欢喜 当然更欢喜的就是刘延 白得了一个漂亮的媳妇 其实马阴也并没有吃亏 两年后 刘延当了大汉皇帝 马阴也就成了皇帝他的丈人 亏本买卖谁做呢 此时朱温已经顽固 嫡子朱友真几位 他的能力和老爹差了十万八千里 面对河东李存旭的强势 很快就招架不住了 马阴老奸巨华 和朱温结盟仅仅是因为他够强大 现在大梁不强 自然犯不上一棵树上吊死 并和李存旭暗中互通 李存旭也希望扩展自己的外交 双方经常通识 好不快乐 这几年马阴基本上是在享福 该打的差不多都打完了 南边也和亲了 周边再没什么大事可做 除了经常和站着江陵八十块大地方的高继昌 旅用摩擦 但也只是小打小闹 马阴和高继昌耍把戏的同时 密切关注中原战事 梁龙德三年十月 后唐军功可变梁 朱有贞自杀身亡 中原从此再次姓李 消息传到了长沙 马阴立刻派长子马西范 去洛阳拜李存旭的码头 并把朱梁赐给他的印寿上交 对自己曾经结交伟良二十余年的严重错误 表示严重的忏悔 乱世军阀多数是 有乃便是娘 管你姓朱姓李 只要你实力强到足以消灭我的程度 我完全可以跪在你的面前 李存旭问马西范 听说洞庭湖的鱼多 都是些神味鱼 马西范出门时 马阴曾多次嘱咐他 此行一定要低调低调 于是便胡扯说 洞庭湖面狭窄 没有多少鱼 如果陛下寻醒洞庭 虽是臣家荣耀 但洞庭的水只够马喝的 怕陛下会受委屈 李存旭大笑 厚赏马西范 欠还长商 铜光三年底 唐军西进成都 消灭前水 马阴听说了这个消息 吓得是魂飞魄散 如果李存旭真的要统一 下一个要被请到洛阳喝茶的 肯定是自己了 他急忙装出一副可怜像 上表请李存旭 臣老矣 起陛下龙恩 准臣归老横山 莫尺不忘陛下圣的 李存旭暗笑这个老家伙胆小如数 圣玉不准 好好地给朕当你的楚王吧 朕不会动你 虽然李存旭话是这样说的 但是马阴并不放心 因为都是同时代混江湖的军阀 彼此几斤几两还是有所了解的 李存旭军功捉住 但也是著名的口贩子 经常今天说和谈 明天就已经大兵压境 所以马阴此时有如热锅上的蚂蚁 每天是担惊受怕 唯恐得到后堂发兵的消息 这一天 马阴正在宫中用餐 突然有侍者进来说 打探到了大唐用兵的重大消息 马阴的心当时就凉了半截 但当他听到消息内容时 老奸巨华的脸上却露出了一丝微笑 上下五千年 读史有学问 我是罗宾 刚刚您听到的是三峡出版社出版的 由江郎柴靖撰写的 五代十国风云路中的十国南楚篇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